今天来给大家开箱 就是猛牛的MN68 一个JDM风格的MPV的车型 它实际上是一个公路兼飘移的车架 玩起来风格还是比较多的选择 同时还有灯光还有陀螺依等等的功能 所以今天给大家来做一个上手的 开箱 简单装饰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车厂 其实有很多细节的还原 包括是前面进气的格杉 和很多这样镀铬的饰条 还有尾灯的这种造型 以及是电镀的轮毂 我觉得它比原厂的车子 更加倾向于是VIP的改装风格 比较可惜的是 它还可以再低拍一点就更好了 当然它是兼顾了日常公路行驶 和飘移的一个设定 整体来说 这个车子还是有一点分量的感觉 而且重心感觉是比较靠下的 虽然采用了一个硬壳 但是这个车子毕竟比较小 所以重心不会说那么的高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已经是原厂 有陀螺仪的一个状态 我们在摇晃这个车子的时候 可以明显看到 还有一个反打的操作 这样的动作 对于我们的飘移 会有一定的帮助 包括是日常的行驶 它走直线的效果 也会更好一点 这种是一个天生自带的 一个纠正的功能 也是可以让我们在游玩的时候 它在摇晃器上 是有更多的选项 包括是在游玩器上 有一个普通的低速档和高速档切换 以及是灯光的切换 它这里也会有开和关 以及是长按的这种双闪的效果 还有这个灯光 如果说我们双闪关闭之后呢 还会进行一个跟转向的联动 我觉得对于一个小车来说 这个细节就已经是很丰富了 可以直接转向联动 包括是后面的灯光 也是有转向联动的一个设定 那这一点就蛮可爱了 这个还会另外配4个飘移的轮胎 它这个尺寸差不多 46.547毫米的一个轮毂 相较轮胎和飘移轮胎一样大 那既然说是公路车加飘移车的设定呢 就是飘移胎肯定少不了了 里面能看到是9毫米的这样的结合器 那这一套轮胎呢 原厂的这个呢 我摸起来感觉的是 比较耐磨的这种橡胶的材质 没有非常的粘呢 但是对于这个车子本身 相当说有一点重量 而且是这种悬挂比较硬的设定 以及是有刷电机的这种动力 也算是够用了 那你直接在户外的一些场地里面 如果说稍微有一点点灰尘啊土啊 或者说有点滑在地面上 其实原厂这套向上轮胎就已经可以起飘了 但是呢这套飘移轮胎呢 会更加耐磨一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子底盘的设计 那这里面会有两条这样子的灯带 然后它这里面前后四个轮子都是独立悬挂的 虽然说行程不是很长 但是这个避震是比较偏硬的 所以说基本上你日常玩的时候 我觉得不会很严重的触定 如果说有一些这种颠簸的路段 它有一定吸震的效果 但是这个不是液压的 我看起来应该就是普通的这种弹簧的避震的效果 那后面是带有这样子有一个差速器的设定 那你在平时公路行驶的时候还会更加灵活 那这个里面的这个差速油感觉还挺黏的 所以说你换成飘移胎以后 加上是后驱的一个设定 其实飘移是蛮容易的 同时能看到它这个有个电池舱盖呢 它是以带螺丝的设定 如果说这里能变成双扣就会好一点 前面这两个摆臂还是蛮仿真的感觉 能看到这种就是独立悬挂加上摆臂的造型 这里面是通过尼龙拉杆的 连接到一个全比例的舵机上面 进行一个转向的控制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车子的转向的反应 这个全比例的控制 而且我觉得这个速度还是蛮快的 因为你如果想玩一点飘移什么的 这个舵机的速度还是蛮重要的 并且这个卯牛遥控器 我觉得有一点比较喜欢 就是它是一个自带这种单手控的设定 你是可以直接这样单手操控 这点还是蛮方便的 在这个遥控器上面 有一个陀螺仪杆度的调节 从0到100% 那默认原厂大概是20%的样子 我觉得这样的手感是刚好的 无论是你是平时公路跑起来 还有辅助走直线的作用 还有飘移的时候有辅助反打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参数刚好 如果说你开特别高的话 它其实会有一点脚往过阵 你跑起来会有一点抖的状态 所以说根据你自己手感 可以做一个微调 它旁边有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车子转向的微调 你也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 进行轻微的调节 并且在扬控器上 有高低两个速度的选项 在高速模式下速度大概是这样子 低速模式 相对于急速会低一点 适合新手来入门体验的一个设定 或者说家里小朋友来玩耍的一个速度 同时可以发现这个车子其实运行起来 声音没有特别的大 那你在家里一场玩的时候就不会觉得那么吵 而且这个车子就算你在家里面 桌面上进行一个小幅的玩耍 也是OK的 它的这个有刷电机的线性非常好 很适合在家里面这样子 直接在桌面上来玩耍 都是OK的 接下来我们换上飘移轮胎来试一下 它这个陀螺仪的效果 我感觉这个车子在桌面上或者小型场景上 它其实还蛮容易起飘的 那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后轮驱动 那整体来说就是会倾向于甩尾一点的一个车的设定 同时它电机的设计的位置 还有电池呢 都是重心比较靠低的 加上毕竟比较硬了也是比较容易起飘的 但是我也发现了 其实就算是有陀螺仪的话 这样后驱的车子其实飘一起来上手 还是会有一点难度的对于我们舵机的这个操控 以及是油门控制还会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说我刚开始新手上门 只能说去打打圈啊 或者简单的做一下八字 其实很难实现完整的定源的这种飘移 那我觉得这个车子对于新手书来说有个好处 就在于说你可以以很低的成本来练习一下 这样子飘移的动作 去掌握这种油门的线性的控制 以及是这种舵机的细腻的操控 那对于新手来说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 同时呢也去习惯下车子这种惯性的感觉 比如说这样 就感受一下这种有动力到停到这样滑行的过程中 其实就是不断的重心和惯性的一个转移 那我觉得对于你去玩速度车也是一种准备和储备 那稍微去练习一下感受一下这个速度不是很快的车子 它会是什么样的动态 那对于小朋友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玩车的体验 去了解一下车子运动的过程啊 包括是其中的原理啊以及是这种惯性啊速度啊 这样的感觉 那有助于你后面在玩一些更快的车子的时候呢 有一个基础的认知 这样简单的玩一下 我觉得这个平台是挺有趣的 如果说未来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出一点不同的车壳 比方说像86啊像斯拉鲁啊 或者甚至于是加上前面一个传动轴变成四驱的 出一些拉力的车型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那这个平台我觉得网牛比较擅长一个点是在可动的这个基础上 加入灯光啊加入一些陀螺仪的功能同时呢 它车壳还是蛮精致的 那我觉得玩起来还挺有趣的 未来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它在户外的一个表现 那平行视频就到这里 在我主要还有多2C和留言资讯 我是你们其中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